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一 華盛頓傳來一個挺震撼的消息 其實都有心理準備 就是拜登退選 聲明不是說拜登退選 而是說拜登 Endorse 副總統的賀錦麗 有個聲明裏有說 PASS THE TORCH 中文翻譯一翻譯 他應該叫做 薪火相傳 連華叔那招都用出來 薪火相傳 他正式提名賀錦麗 去繼續參加未來的美國總統選舉 代表民主黨的候選人 第一個問題是 這些是不是極權的手法 薪火相傳 是否就是拜登說了 現實實情看 應該不是的 拜登也有權Endorse 其他人會不會附和呢 要等於8月19日 在芝加哥開的民主黨黨大會 然後才可以確認 但我想在8月19日之前 還有一個月 將會有極度多的變數 第二就是 PASS THE TORCH 我覺得先問一問 是否將拜登這四年 施政的問題 是否加上他那些 老人病 不清晰的事情 搞到世界大亂 全都在賀錦麗 世界都很嚴重 拜託些美國人 請清醒一點 這個PASS THE TORCH 究竟背後 有沒有深層的意義 還是八十多歲的拜登 隨口說 當風濕的呢 先說拜登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 在未宣布之前 我都預估了 當他一說自己 又染上COVID的時候 就已經 我都覺得是一個下台階 終於 一如所料 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大驚喜 最後還是頂不住 因為我想都算過了所有事情 我想最算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次的辯論 已經搞成這樣 看不到第二次 第二次其實就是 九月份還有一個辯論 但現在就不用看了 還有疑問 七級 大哥 現在 美加時間是七月二十一日 本來已經安排了七月二十三日 副總統辯論 賀錦麗 對JD Vance 現在還舉不舉行 總統參選人 候選人 其實現在的身份 都是副總統候選人 其實我也覺得 很妙 美國歷史上 沒有試過 七月 就用副總統身份去辯論 然後九月 又用總統的身份去辯論 這樣才能顯示到 我一個敢例 可以做完總統和副總統都可以 現在宣布之後的幾個小時 其實都很混亂 混亂 當然是民主黨的混亂 先說特朗普回應 特朗普回應都很棒 他說 終於我打敗了拜登 因為他說我出來都是為了拜登 未去到十一月 我已經打敗了拜登 他說如果真的出賀錦麗 更容易出賀錦麗 不是對手 是不是這麼簡單 不知道 熟悉特朗普知道 特朗普就 性格就是這樣 就是 厲害定先 好像我們香港的荷蘭厲害 經常都拍厲害 但是 不一樣 馬上補一下 怎麼可以 用荷蘭厲害 來形容特朗普 侮辱了很多特朗普粉絲 是不是 簡直是 要收回 怎麼同呢 特朗普認厲害 是做得到的 很多事情 荷蘭厲害 一輩子都沒有做得到 爛炭垃圾 好 不要說這些 接著民主黨裡面都亂 奧巴馬 Clinton 兩位 應該叫他做什麼呢 民主黨元老 民主黨元老 一直都是 幕後就是操盤人 但是 有一點分歧 在頭幾個小時之後 會不會再收拾 我不知道 奧巴馬 就出聲明 就這樣說 他說 I have extraordinary confidence that the leaders of our party will be able to create a process from which an outstanding nominee emerges 那個statement 沒有提過 Kamala Harris的名字 剛才他大致上說 我對黨 我們黨 民主黨的領導人 有非凡的信心 他們是能夠創造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將會產生一個 結出的候選人 先說奧巴馬 這個statement 就看得到 目前 其實 在民主 拜登退了下來 未能搞得到 就是 仍然都有一個分歧 至少有兩派 一派就是 撐賀錦麗派 我們叫做 挺麗派 挺麗派 另外一派 不是叫做反麗 另外一派 就叫做 挺 挺 就是 挺 再選 再選 過派 沒錯 另一派 就好像奧巴馬 應該再經過一個程序 然後 被有意參選的民主黨人 出來 又鏈光 然後 就在8月19日 民主黨的 黨代表大會 DNC 去確認一位 代表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 不是不行 但這個方法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因為 之前已經搞了 大佬 基本上 拜登 差不多拿了所有選舉人票 大概 3,900 左右 已經拿了 現在 你說 再來 整個機制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夠不夠時間 現在只剩下 一個 兩個月 在8月19日 黨大會 之前 夠不夠時間 再搞 這個是問題 第二件事 看到 這幾個小時 裡面 沒有提到 之前 都有提及過 歐巴馬老婆 Michelle Obama 暫時 沒有任何提及她的名字 的 報道 沒有說過她會出來選 所以 暫時看到的 就是 黨內 其實就是 有一部分 是挺阿黎的 另一派 就是 挺大家 出來再選 過 那誰是 誰是 再選 過呢 最主要 當然就是 Clinton 兩夫妻 Bill Clinton 和 希拉里 兩夫妻 一起都出過 Statement 他就說 I believe that Joe Biden's vision of a generous prosperous and united America that provides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will be on full display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in August 這樣 還有就是 看看 不是 這個 也是 奧巴馬 不是 讀錯了 這個也是奧巴馬說的 他讚 Joe Biden 描述了一個 慷慨 繁榮 和團結的美國 對每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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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的願景 將會在八月份 的民主黨 全國大會上 得到充分的展示 這個也是繼續 奧巴馬說的 那Bill Clinton 就簡單一點 兩夫妻就出了 Statement 就是 現在是時候 要支持 這個賀錦麗 OK 並且全力依附 做到最好 就希望 阿麗 就當選 那樣 所以他就已經 點了名 就是支持阿麗 所以 稍後奧巴馬 會不會支持阿麗 那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 現在就兩派 那你說 其實支持 說再選過 都不是由 Bill Clinton 開始 那就是上星期 以Nancy Pelosi 為首的 主要是 眾議院的 參議員 很多 其實都是 都是 除了 呼籲拜登 退選之外 他們都是支持 就是 再選過 就沒有 未必一定 是挺Harris 所以 其實 現在的分歧 都將會很大 那你再選過 其實有沒有人想選 都有的 都很多人蠢蠢欲動 包括 有幾個州長 都是女州長 亦都是女州長 亦都是女性 Gretchen Whitmer 這個 就是一個 progressive 的Democrat 其實我們很怕 progressive Democrat 每個人都是 忽上路 即是假裝專業 就阻止到不得了 那 Gretchen Whitmer 就不像 New York 那些AOC 年青貌美 他都五十多歲 和我差不多年紀 那樣子 那樣子 非常專業 亦都是一個資深 曾經做過資深的參議員 其實他從政都很久 但是 progressive 就比較窄 但有沒有好東西 真的找不到 想叫出來選 還有 這個有爛坦 加州州長 我們很多香港人都住在生環市 有些人都知道這個人是爛坦 Gavin Newsom 去年去過香港 訪問香港 好像李家超都接見過他 屎乎到 香港完全發生什麼事 可以當作沒有發生過 純粹是去拘捕 批評中國的事情 完全不敢說 爛坦 你說內政又怎樣 大哥 又是左到不得了 他在加州 我都不記得那個地方是誰 很多香港人都在住 都在受苦 他可以買一間酒店 去 真的不懂得說 買一間酒店 去照顧那些 homeless 這個有空才說 其實是相當之有問題的 其實民主黨在左膠 經常都會做這些事情 譬如說 有些人會出來說 哎呀 鼓勵那些門市 做門市 做零售 你讓窮的人進來 偷東西 沒什麼所謂 他真的可以這樣 左到右 這些窮人多慘 你就讓他們偷東西 這樣也可以 還有 現在的交通部的主席 這個叫做 Pete Buttigieg 這個人又是年輕 他跟J.D. Vance同代 但真的搞不定 大家都有什麼 痴力 還有另一位 就是George Soporo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還有一些 看看慢慢怎樣醞釀出來 但是你看到 其實簡單說 可能很多人都對這些人很陌生 但是我可以這樣告訴你 其實整體上來說 暫時說出來選的都很豬 阿狗 那就不同 共和黨 共和黨 你隨便 不要說特朗普 如果你這裡 隨便找回Dissantis出來 都可能會堆壞你 真的不是開玩笑 隨便找Tek Cruz 那些都可以堆壞你 所以 這堆就認真 我自己的看法 純粹 或者之前民主黨覺得 這裡有很多人很厲害 像Gretchen這些人 進步民主黨 看看有多進步 所以 暫時因為 我拍片的時候 的消息都出來 只是一陣子 要一路再看看 例如說 再後一點 會不會 Michelle Obama 會出來 如果他說出來 就 一個就蓋幾個 不是開玩笑 很多女性 民主黨 剛才說過 賀錦麗 奧巴馬 或者還有 Michigan Governor Gretchen Gretchen 其實都 馬上反口 他之前 其實 對上個 兩個星期 Gretchen都說過 他是不會出來選 如果 拜登 不做 他不會出來選 但是 這幾個小時 第一個出來 就是 Michigan州長 他就說 我一定 我準備 走出來參選 準備 去 停止 特朗普 又來這些 你自己去選就選吧 停止 特朗普 所以 他第一個 撲出來 幾乎 已經肯定 Harris 又說什麼呢 賀錦麗 都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 Selfless and Patriotic 他形容 拜登 這是 無私 和愛國的行為 就是 終於自己自訂 你早就不說 對不對 現在 就是這些 謀豹 他說 I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unite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unite our nation 說就可以 不何得何能 他說 他會團結黨 團結國家 會擊敗特朗普 還有 他那個 極端的 project 2025 egender Extreme project 2025 又用這些 extreme 這些字 解不掉 一定是那些 妖魔化 繼續 走 把對手 形容為 極端主義 之類 其實 這班人 我想告訴你 不要說 我有什麼 Bias 只是說 我們比較熟悉的 對華政策 這些 賀錦麗 OK 什麼了 第一 你已經有個 中文名叫 賀錦麗 特朗普 有沒有中文名 有沒有叫做 那句翻譯 川普 特朗普 沒有一個 叫做 打桌球 卓林普 我姓卓的 沒有一個中文名 你也有個中文名 你不止你自己有中文名 你老公也有個中文名 他的老公叫 Douglas Amhoff 叫做 任德龍 姓任 任劍輝 這個任 大哥 他老公 不少東西 他老公有一間 叫DLA Piper 的律師樓 這個 有中文叫 歐華 歐華律師事務所 很多 這間公司很厲害 在大陸當然有辦公室 老闆 Douglas Amhoff 老闆 改名叫任德龍 當然是做中國生意 有什麼客人 隨便數一下 招商局 還有南方航空 東方航空 還有現在最厲害的 TikTok 字節跳動 還有大陸銀行 全部做大陸 還有這間律師樓 告訴你 是經常 共產黨的 紅色貴族的子弟 如果 走了去外國讀法律 讀完畢業 走去哪些律師樓實習 這間是其中一間 歐華律師事務所 老闆叫做任德龍 他老婆就是何錦麗 任何聯芬 當年不知道有沒有在大陸擺酒 你選擇這樣的 然後你跟我說 叫我贊賀錦麗 你沒有什麼 今天還有很多人說 特朗普妖魔鬼怪 我選擇妖魔鬼怪 對不起 特朗普剛才說 他說 他說 我的耳朵 又以槍擊之後 很多全世界的領導人 都發訊息問候我 他特別是提出一個人的名字 包括習近平 他說 習近平都有發訊息問候我 我說你幾個人 你說 你表面上 不懂得看的人 就說 特朗普也是 乃我們習近平 如果問個大陸 就是這樣 但是 情況當然剛剛相反 是放你習近平上台 第一 你14億中國人 應該問回習近平 大哥 喂 你這樣似乎是勾結外國勢力 是不是 還要問候他 美帝 外國勢力 還有這個人 這個人 整個參選過程都說 如果他當選 他會打倒中國 OK 你還不去問候他 喂 搞錯啊 那你怎麼對得住 這個 14億的中國人 怎麼對得住自己國家 你是不是賣國啊 OK 一天到黑把口說愛國 你這麼緊張 他受傷 是不是 他還沒死 是不是 你應該補多槍 差不多 那你就傷害了中國人感情 直接把他放上台 還有一種感覺 不要說那段說話 提醒習近平的名字 其實是告訴美國人 你選我 OK 你選了我做總統 這個雜豬頭 就是under control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他最擅長的 你看你會聽 還是不會聽 只要提醒一個名字 OK 所以 大哥 要選 都選特朗普 如果選過 雖然他不是中國人 但是他 天生 不是中國人 跟我們交換 跟我交換 我天生是一個中國人 現在如生 就很努力地 做一個不是的中國人 他又不是 他反過來 他天生不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 他後天都很想做中國人 起碼改過 中文名 你不要說我入他 那為什麼 喂 他媽媽是印度人 那為什麼他不改過印度名呢 因為他本身有 你就告訴我們 等我以後 我用入印度名 來稱呼你 OK 總之 老爸是Jamaica人 阿邁加 老母是印度人 然後 你又有一個中國人的名字 那 那 你用不需要出來解釋一下 然後 你現在選美國總統 那是什麼人 大哥 OK 然後 過往四年 已經假裝了四年 黑人了 他是假裝黑人 如果你是拿黑人票 那我就支持 Michelle Obama 他肯定是黑人 你這個 是假的黑人 來的 Jamaica加印度 他哪一刻 找黑人 他就聖了 他突然間 四年前 一說 他 推選他為 副總統候選人 陪著拜登選 他馬上就出來 告訴別人 他自己是黑人 OK 他提過兩件事 提過少數族裔 和黑人 少數族裔 我不敢拼你 你哪一刻是黑人 大哥 玩到今天 大家直接以為他是黑人 所以你說 今天的世界是多麼反智 民主黨的支持者 是多麼老殘 所以 就是 怎麼支持 我寧願支持拜登 如果我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又是有香港人身份的 又喜歡搭爹 又沒有票頭的 就像我這樣 那我就支持拜登 怎麼可以支持這件事呢 這件事背後 是不是又有老共 肯定跟老共一定有辦法 你不要一陣子在選的時候出來 如果我賀錦麗當選 我又加500%關稅 你說什麼 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你 當選的時候 就努力一點 操好一些普通話 然後 自自然而 就有那些 同鄉會 到美國的同鄉會 那些票就走到你了 所以 精彩 再說一次 今屆的美國總統 選舉 相當精彩 總之 Round up 美國東岸 星期日 其實就是 拜登叫了退選 究竟 民主黨是誰出來選呢 仍然是未知數 只是 賀錦麗 只割出頭 接著下去 至少 要在民主黨 黨大會 裡面 拿到 1900多個 delegates 的支持 你就可以 得到 但是要補充 如果你只拿到 2000多 2000多 delegates 你都很懶惰 告訴你 他比我們更深水清 即是 歷任 代表著 黨出來選總統 的 參選人 幾乎大部分 都是全票通過 人大 如果你真的拿 2000多 2000票 你真的不要走出來 你怎麼見 這個叔伯兄弟 鄉親父老 大佬 所以 最終 你一定要 起碼 拿了3000多 拜登 還有沒有 power 就是 由他的endorse 可以影響到 其他人 都走來支持 麗姐 OK 我的估計 又是有少少困難 告訴你 因為 你以為只有你一個老 Pelosi 也很老 OK 還有這個 還有現在 Claynton 兩夫妻 雙劍合璧 都很厲害 Claynton 兩夫妻 支持Harris 奧巴馬 都可能想 老婆選 所以 現在 都不是很支持你 所以 這次 民主黨 喂 真的 24小時 不要睡覺 真的 每一分鐘 都是時間 因為 非常緊迫 我們就看著 就是 很精彩 再說一次 就是 很精彩